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娛樂新聞 今天會和大家說的娛樂新聞有兩單 第一單是關於松草大王和李佳心 原來松草大王的復仇計劃還未完結 因為松草大王和其他電視台都有下廣告 而且金額也不小, 也有六位數 人人有份, 唯獨是無線無份 之前跟大家說過, 松草大王追女失敗這件事 好像是一個三輸的局面 但現在隨著時間的推移, 我會這樣跟大家說 其實松草大王現在成為最終的大贏家 在商業角度上, 他可以說是臥薪嘗膽 經歷了幾個月後成為大贏家 甚至乎他自己私生活之下, 個人形象也能得到大大的提升 究竟為何井仔會這樣說? 是否和大家腦裡想的東西有點不同 甚至乎完全相反呢? 不要緊, 稍後井仔會慢慢跟大家解釋一下 甚至乎我會覺得松草大王 他在將來之後, 無論想認識甚麼女生 他都會變得更加無往而不利, 能夠勇往直前 甚至乎他所擁有的公司事務 亦會因為他自己的這件事 變得精精日想 第二單的娛樂新聞是關於劉浩龍 就這樣說個名字給大家聽, 可能會不知道是誰 他有一首代表作, 我自己很喜歡的 《思覺失調》這首歌是他唱的 極危險, 連《思覺障藥失調》 那個就是劉浩龍 他事源去到澳門工作 大家都知道因為疫情原因 基本上你穿州過散, 你都要隔離 他完成第五次隔離就出關了 其實隔離後就等於放風, 個人都放鬆了 你作為一個藝人, 難得有自由 你去到哪裡都要到處拍照, 打卡, 耍命 但他做錯一件事, 說錯一句話之後 現在是令到全澳門的人都要追著他來罵 甚至乎要封殺他 以後都不可以在澳門見到這個人 究竟怎樣可以用一句很簡單 甚至乎是沒有粗口的說話 令到全部的澳門人都想拒絕他入境呢? 究竟說了一句什麼說話 可以激怒全部澳門人呢? 很貴的意, 待會都會和大家慢慢說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 留言, 訂閱, 讚好, 最後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支持一下我井仔 因為現在井仔的影片是極端地被人打壓限制流量 所以真的很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好了,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首先說說蟲草大王這幾天有什麼新搞作 關於之前那些跟李佳心, 被李佳心飛 李佳心表明我們不會有任何發展空間 然後無線又說蟲草大王這些無理要求 不得與女方合照, 同場做訪問 然後蟲草大王就抽起了很多千萬的廣告 轉掉給ViuTV 而且這件事其實還有少少後續 辣興了無線電視 所以大家除了蟲草大王這則新聞之外 都好像一大段時間沒再聽過關於李佳心的新聞 沒錯, 也是因為這件事 所以他暫時都被人雪藏起來 對於李佳心來說 他的演藝事業當然宣佈告急 而在近日蟲草大王就在余詠山開電視的新節目下廣告 下廣告唯獨是無線無粉 蟲草大王就說本身不認識余詠山 下廣告的事情都是同時安排的 大概投資了六位數 他更加強調未來會與開電視有更多合作 亦不排除投資金額會更多 然後記者當然是打射徐棍上 問他感情方面怎樣? 你還敢不敢追女生嗎? 他笑言說圈女圈外都不敢追 亦說在開電視下廣告 就不是大家所想的報復式行為 他亦好像很大方地說 不排除會與各大媒體合作 甚至乎與無線電視合作也不定 他現在就集中火力發展事業 並且推出與蟲草有關的商品 不知道蟲草大王有沒有興趣過來Youtube下廣告 我也希望你可以聯絡一下我 畢竟我一個廣告都沒賣過 好了,跟大家說一下 為何井仔會覺得蟲草大王會成為最終贏家呢? 我不是在那裡拆鞋子 希望他可以扔幾塊水 扔一兩千元過來讓井仔幫他賣廣告 真是單純理性去分析 首先,這宗新聞的出現 是不會影響蟲草大王的一分一毫 換句話說,蟲草大王的利益沒有受影響 他依然是一個有錢人 但李佳心雖然是一個明星 但他同時也是一個打工仔 李佳心也是因為這件事 而令他被無線雪藏 亦沒有曝光率 亦少了很多發展機會 這些對於藝人來說都相當致命 但相反,蟲草大王雖然在初時背著臭朵 但他承受著很多網民對他的恥笑或辱罵 他對於這些負面的能量就選擇難處理 不出聲 以至到現在,他捱過了這段時間之後 大家一旦提起蟲草大王的時候 因為蟲草、蟲草、蟲草 這幾個字不停在說 所以大家除了會想起他的新聞之外 亦都很自然會聯想起他賣的商品 究竟是甚麼牌子的蟲草 所以以曝光率去計 蟲草大王是完全贏的 他由一個原本需要付錢賣廣告的人 現在變成了他本身已經成為了一個廣告 這件事也是相當奇妙 這個行為本身跟華記有一點相似 相信各位觀眾都跟我一樣 偶爾會去看華記 華記在19年之前賣樓 他之前也有說過 他給了一百粒 請酒井法子回來賣廣告 然後到19年之後 華哥很踴躍地去做愛國愛港 對抗黑暴的諸多行動 華哥亦都是自投自銀的腰包 做了很多愛國愛港 幫助香港市民的事 因為種種原因 再加上時勢風向 華哥自從19年之後 去到現在 約升至成為一個相當出名的人 華哥的一舉一動 至今都會有很多的報章 甚至乎我這些KOL 有時候都想貼下他金康 去拿他一些東西來講 希望用他的名字 讓多些人看 老實說 華記的知名度 比起不少的明星來得更高 當然華記的成名之路 跟重草大王不同 華記是說他無私心 一心一意愛國之後 無意之間得到的回報 重草大王就是說他瘀了 他被人笑 所以他出名 在這方面兩者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 殊途同歸 大家都看到 現在重草大王 他基本上是用自己的身份 去幫自己的產品賣廣告 其實當中可以節省了不少的廣告費 重草大王說用六位數 放在電視上賣重草廣告而已 但是其實現在的廣告我們還未看到 還有這樣說 現在有香港很多的媒體 所有的娛樂報章 甚至乎井仔 現在都是就這件事 去跟大家說 去跟大家吃花生 其實都是一個等於幫重草大王 在提高曝光率 去幫他做一個宣傳 老實說 大家很多時連無線都不是經常看 更何況其他ViuTV 開電視 甚至連轉台都懶得轉 你問我 無線電視 我知道是81台 開電視是按什麼號碼 我不知道 究竟開電視是否真的有這麼多人去看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有時追翁之意不再走 單純重草大王去做某一個動作 只要那個動作 令無線電視無法得益的話 又變成了一宗充滿花生味農的娛樂新聞 到時全香港的網媒 Youtube 報紙都會幫你說這件事 其實當中的廣告費 當中的曝光率 根本連六位數 一都不止 一早都超過六位數 而且還要說非植入式廣告 因為很多時植入式廣告 都會有些觀眾覺得反感 但現在相反是用一個娛樂新聞的模式 去做包裝賣出來的話 其實宣傳效果是比起你直接付錢 去賣廣告是來得更加之好 所以將來重草大王 其實他的廣告在開電視裡面 其實有沒有人看呢? 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現在這一宗新聞 有人去看有人去說 其實重草大王已經是贏了的了 而且撇除以商品的角度去看 重草大王這次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如果他還會去追求女生的話 老實說 會不會那些女生還敢去拒絕重草大王 我不是說所有女明星都是貪錢 為了錢上位 為了錢不敢得罪人 一定要拋身給別人 不是說這些那麼骯髒的 但是有前居可鑑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會令到有些人的底線 不是真的持得那麼緊的人 令到他們拒絕的慾望沒有那麼高呢? 甚至乎就是說 有些人就算他真的很有原則 他跟你說 我家裡有很多錢 我做藝人純粹為了開心而已 你想吃我? Sorry 不行 我這麼高貴 而且我已經有意中人了 就算有女藝人的心態 甚至乎她的背景是這樣的 但是你拒絕重草大王的時候 你要怎樣做呢? 李佳心這麼大的例子已經放在這裡 你還會不會夠膽公開高調去拒絕她呢? 除非你演完這部電影 你以後都不想再在演藝界上混亂 你就可以這樣拒絕人了 但是就算你挺有錢也好 一旦你還想在這行以藝人的身份生存下去的話 你去拒絕重草大王 你也要去選一個用一個完全沒有其他人知道的方式 去表達你對重草大王的拒絕 對於重草大王來說 是 她又再一次 即是假設被女生拒絕 但是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報導 對於重草大王來說 她可以沒有太多的黑感覺 她甚至乎會覺得 沒有人知道 就等於沒有發生過 沒有發生過 自己也不需要傷心的 還有就是重草大王 現在因為這件事而出名 會不會有一些比較勢力 比較想上位的年輕女明星 就說 我不需要你的錢 我自己送上門給你吃 我也覺得不奇怪 因為當送完上門之後 到時就可以找一些娛樂新聞去寫自己 可以寫很多很誇張的標題 例如某某某女聲 究竟有哪一方面 是比起李佳心更加吸引呢 甚至乎 每逢提起李佳心的新聞 旁邊又可以提起自己的名字 接著又可以找些妹妹去寫寫稿 寫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出來 例如說 如何從李佳心手中搶到男人 如何愛上這個千億重草男人 所以對於重草大王本身 他自身的個人魅力 價值 都會是因為這宗新聞 提升了很多倍 有些觀眾可能會覺得 他重草大王的肚子臭了 我吃重草 我不會光顧他牌子 我相信會有不少人 抱有這個心態 這個心態不可以說你錯 但是就會這樣說 是很單純從一個個人的看法去看 但是如果用一個宏觀的 用一個七百萬人的商業市場去看的話 其實重草大王他現在出名了 而且他出名的方式 不是什麼食品危機 食死人 造假數 或者是其他道德誠信 穿越了人類底線的情況 不是這些的話 其實只要有人認識他 他絕對是一個大贏家 就當Youtube這樣算 其實有一個井仔經常提及的Youtuber 我相信坊間有很多人 起碼有六七成人討厭他 但這樣又如何呢 他現在就是八婆 端地雞 透過一把口夠賤 黃藍左右飄蕩 最後上了位 出名很多人認識他 不要緊 因為他出名 有九成人討厭他 不要緊 有一成人變相因為這件事 而喜歡他 被他吸引了 他去吃那一成人的蠢人市場 就沒問題了 照樣可以養起他 照舊每天 可能找一萬多兩萬元收入 接著月入就三四十萬 接著就很容易很輕鬆買漏 所以出名是完全不是一件壞事 只要他未去到一些要上法庭的刑事罪行 或者未去到吳亦凡 黃力宏這些渣男的行為 只要一出名 任何人都可以成為一個大贏家 所以松草大王 他不無輸不止 還要是贏盡有得 回頭看 他失去了一個李佳心 但他將來可以更容易得到 更多不同的高質素女性埋身 不過我相信松草大王 他這些高職位的人士 肯定明白這些道理 在這段時間 就算有女兒主動埋身 也不代表你要吃 因為吃了 就隨時會為自己帶來麻煩 甚至貶低自身的價值 還有大王也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讓你在我身上 拿我的價值去幫你出名 是不是你服侍很好 是不是你怎樣怎樣 大家明白了 不是的 有些人可能他的自尊心很高 就是覺得 沒有的了 我現在贏了 我現在是要你反過來 你李佳心反過來 跟我道歉 現在不是說要我追你 是說你要來追回我 是要你主動跟傳媒說 很希望可以跟我吃頓飯 很希望可以上去我家坐下 到時就真的贏到盡了 究竟這一幕會不會發生呢 沒有人能評估到的 但是在有錢人的世界 有權有勢有錢 能夠掌握到他人的職業生涯命脈 究竟將來的事情會變成怎樣 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 接著就跟大家說說第二宗新聞 今天跟大家說說劉浩龍 究竟他差了些什麼 大家都知道 澳門因為疫情的關係 再加上中國一系列的政策 是說 如何去打擊一些賭博行業 所以在這麼多重物件夾擊的情況之下 澳門是絕對陷入了一個經濟的寒冬 雖然澳門政府現在每年都可以派現金給他的居民 令人羨慕 但是澳門的整體經濟環境的確變得麻煩 這時候劉浩龍居然去大三巴拍照 去大三巴拍照當然不是問題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他在那張照片中留言說 很喜歡沒有人的澳門 我作為一個澳門人的話 我看到也覺得生氣了 你現在放明就是笑我們 澳門人賺不到錢 沒有人來 接著就是沒有人了 我們賺不到錢了 你一個人走得舒舒服服 這樣就很開心了 但是後面是說有很多澳門人 現在沒有公開手停口停 而你居然笑得那麼燦爛 你居然笑得那麼開心 作為一個藝人 即是不用老母公關就真的會出事 其實就是等於現在失業的人 接著你就跟他說 你就好啦 現在每天在家沒工作 享受世界 很他條 我今天做事做到死 忙到吐 老闆不停迫我做事 還跟我說 不要怕辛苦 搞完這件事之後 就說派三千元花紅給我 真是很辛苦 很羨慕你現在那麼他條 我也想多些時間 每天睡到一兩點才起床 老實說 你作為失業的人 你聽到有個人跟你說話 你是不是想鬥巴煎死他 劉浩倫其實不是第一次說錯話 其實他在2015年的時候 都因為一個面甸的髒手理論 引起全城討伐 我相信這次他不會給香港人討伐 但他一定會給澳門人討伐 相信未來幾年 澳門都不會再有他工作的位置 因為他說的那番話 是刺痛了很多澳門人的內心 有些像如果你做飲食業 就因為疫情原因 所以現在不開晚市 通常有些地方就不開 有些地方就算開 都是開到晚上 開到下午六點收工 接著在你下午六點收工的時候 你老闆站在你旁邊 然後你就說 正呀 現在可以提早收工呀 老闆 輕鬆很多 如果我是老闆的話 就算他多能幹多做的事 我都第一時間解僱了他 現在在這裏潤我 你現在擺明是不尊重我 對呀 你一個人就他條 但全世界就哭苦哭佛 即是他們現在說的說話 擺明是在吃人血饅頭 在拿位拿彩 不管他有心還是無意 這些說話都是很討厭 我相信他不是刻意去激怒澳門人 就是這樣才是刻討厭 有時候你要故意去激怒一個人 別人都會看得出 別人都沒那麼容易覺得 會被你激怒 甚至乎是想激怒我 但你的手段很低 往往就是這些貌似的無心之失 那把刀插下來才痛 所以劉浩龍驚一事掌一致 今集的井仔娛樂新聞 就到這裏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支持一下我井仔 因為井仔現在被人限制流量 真的限制得太過可憐太過極限了 好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今集節目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